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品 莱奥妮喜欢各种各样的动物 狗 猫 海豚 马 金仓鼠 可是它最想要的是小老鼠 一天莱奥妮对爸爸妈妈说 我想养一只宠物 爸爸妈妈考虑了一下 爸爸就问 你想养什么宠物呢 小老鼠 天哪 老鼠 我可不会让老鼠进我们家的 妈妈看起来不能接受 可是莱奥妮连小老鼠的名字都想好了 它叫芝芝 莱奥妮用黄色的纸板做了一个小盒子 她希望芝芝有一个舒服的窝 小盒子看起来就像一块奶酪 现在就等芝芝来了 莱奥妮想到了一个办法 它把奶酪放在窗台上 这样芝芝就会知道 这儿很欢迎它了 小老鼠真的出现了 它从洞口慢慢地爬进房间 然后美滋滋地躺到了奶酪里 芝芝 芝芝 它一看到莱奥妮就叫了起来 莱奥妮好高兴啊 可是 爸爸妈妈并不高兴 他们说 必须把老鼠赶出去 是的 现在马上 第二天 爸爸妈妈找了一只猫 芝芝看了 立刻逃跑了 奶酪空了 莱奥妮很伤心 可是 猫赖着不想走 而且 奶酪对它来说 太小了 它干脆 躺到沙发上 更糟的是 它用靠垫磨爪子 还在地毯上打滚 爸爸说 哎 再这么下去还得了 必须把猫给赶出去 所以 爸爸找来一条狗 猫看了 立刻逃跑了 现在 出现了一个问题 狗想留下来 它不停地乱咬东西 咬烂一双又一双拖鞋 它躺在沙发上 一有人靠近 就汪汪汪地乱叫 妈妈说 必须把狗赶出去 它不能留在家里 爸爸已经知道 要怎么办了 他得意地说 带一只老虎来 狗肯定怕老虎 果然 狗一见到老虎 就逃跑了 可是 莱奥妮和爸爸妈妈 也不得不躲进地下室 老虎好饿好饿呀 它在房间里 走来走去 吃光了冰箱里 所有的东西 还一口吞掉了 橡胶树盆栽 最后 它终于在门口 呼呼大睡起来 谁也进不来 谁也出不去 这时候 妈妈想到一个主意 我们需要一头大象 对 老虎啪大象 妈妈从地下室的窗户 爬出去 很快就带回一头大象 妈妈按响了门铃 老虎打开门 吓了一跳 一溜烟地就逃跑了 大象呢 美滋滋地 躺到爸爸妈妈的床上 哦天呐 大象的呼噜 轰隆隆地响个不停 莱奥尼和爸爸妈妈 捂住了耳朵 也没有办法入睡 妈妈说了 怎样才能赶走大象呢 哦 再没有比大象 更大的动物了 两个人都不知道 该怎么办 只好看着莱奥尼 莱奥尼很快 就想到一个办法 它把奶酪 再次放到了窗台上 哼 芝芝竟然很快就出现了 芝芝 芝芝 小老鼠轻轻地叫了一声 大象吓得一下子 从床上跳了下来 大象立刻跑了出去 这下全家人都很高兴 爸爸妈妈大声地 一致地说 芝芝是我们的救星 对 大救星 为了感谢芝芝 他们送给芝芝一块真正的大奶酪 而小老鼠也流了下来 而猫 狗 老虎和大象呢 跑得远远的 有多远跑多远 你喜欢这个故事吗 我想养只小老鼠 猫怕狗 狗怕老虎 老虎怕大象 大象怕什么呢 有一种爱是认真地对待 孩子的每一个愿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